依公公话都说得如此诚恳 本世子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了 既是如此 准了 谢君上 君上来了 这是在等寡人来吗 是在等君上 老是在等自己信死 君上可还记得 自己有一位君夫人 锦儿 这是在责改寡人 拼命讨好寡人的 而不是爱 而是取悦 失窗后女就要死不活的 也不是爱我 也不甘心 可是君上 确实辜负了她 这么说 寡人不知负了多少人 君上才让别人真心喜欢自己 也只有君上刺激 也只有君上刺激 成为那个值得对爱的人 还有阿玲 君儿喜欢爱我 老师的时候 其他的名字 是什么 你在高中 那只不过世界也是我 是神灯 是你 你在笑我好吗 没有生日生的人 才会记下了一个生日的生日 有什么感激感 但是一个生日的生日 是在这儿的生日 好多感激感 再来遍我 有什么感激感 没办法 是否因此 要求他 多谢错失则 今天送请美酒 完成 一定将贵国美命 带回给华君 那就有劳贵使了 主人有这个刷的扣子 蛮马虾了 有点毛鱼 去买了 哇 哇 马里的 主人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 很好 等爷爷操使了朝政大全在目 找不到你们这几个头崽子呢 多谢主人 下去吧 诺 阿里啊 你跟寡人这么久了 有没有想着要个名分 阿里不敢想 只要君尚高兴就好 你气姐姐说了 还是要给你个名分的 明日就封你做良人 祝你西宫可好 阿里 拜谢君尚 亲身保 君尚 君尚 鲁儿 不敢 不是 你 想要我 听就可 你 可 不是 您就是给奴才十个胆子 也不敢造谣声势不是 这座世子跟楚国使臣 确实在交外盟事了 知子莫若妇 寡人绝不相信 自己的儿子 会做出如此大念不道的事来 这也许是世子等不及了 想早日继位呢 军尚 阿黎知道后宫不得干政 但阿黎也知道为了军卫 不惜兄弟相残 杀父弑君 自古有之 对呀 军尚 您若不信 可派人去现场查证啊 有发现 会蒙杀吗 真是何意 君上有所不知 现在重大盟士 为了表示其诚意 都需宰杀牲口 引其宣泄 并写下盟书 然后将牲口和盟书 共同掩埋 以示谁将背弃 将会像着牲口一样 受到神的惩罚 然后再将盟书 告白于天下 违约者将受到世人唾骂呀 煞血为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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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 锦儿 虽说后宫不得干招 但聪儿毕竟是寡人的亲生故隆 所以这件事 既是博士 也是家事 儿子都说说 锦儿 真的会犯寡人吗 按照常理 自然不会 煞血为盟 也不排除有人栽赃嫁祸 君上 臣觉得 君夫人说得有道理 你说什么 君夫人 君夫人 是臣口误 请君上恕罪 是夸人火托 早该封亲爱人为夫人了 回君上 该不会是因为世子被逐了门客 收了封地才起了反心吧 好你个向大子 你记住今天 等本世子做了国君 第一个要的就是你的狗饼 不可胡说 禀君上 不认证 臣私下 对世子 与楚国外臣 私通往来之事 都有所耳闻 可未曾当真 这次世子急着去见楚国外臣 并与外臣是旧相识 其中 必有蹊跷吧 虎毒不世子 难道 你们真的想让寡人 断送了自己儿子的心眼吗 虎毒 你去吧 再把春儿打个电话 我还是想一个人救你 我还是想 我也是想 小胖 优优独播剧场——